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学习 世老居住空间与环境设计这门课程 我国老年人口正以每年 递增一千万的速度 飞快的增长 居住空间与环境的世老化 人性化 精细化设计 不仅仅是建筑 规划专业人的必备技能 更是老龄化社会中 每个人应该了解的基本知识 虽然这门课程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建筑学方面的知识 但是我们也希望 其他领域的人也来听 因此在课程的设计上 我们会尽可能的 做到深入浅出 通过通俗的语言 解明的图片 以及生动的实景教学 帮助大家更加轻松的掌握 世老居住空间 与环境设计的相关知识 无论你是设计师 养老行业的工作者 还是加油老人的普通人 相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 你都能够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有更深的认识 对营造老年居住空间 与环境的原理和方法 有初步的掌握 通过一些简单的实用知识和技巧 为自己家中的老人 营造更加美好的居住空间 领悟 原意生活 高于生活的居住学问 本文课呢 共分为以下七讲 每一讲呢 有一个专门的主题 照顾到从宏观到微观 从理念到实操的方方面面 下面我就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各讲的内容 第一讲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与养老居住政策 作为课程的开篇 我们会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 世界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 以及发达国家和我国 在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状态下 做出的相应的政策 让我们对时代和社会背景有所了解 第二讲是关于老年人的身体特点 和无障碍的设计要求 在这一讲当中 我会给大家铺垫一些 世老化设计的基础知识 包括老年人的身体有哪些特点 无障碍设计 通用设计的原则和应用实力等等 这些知识十分贴近我们的生活 大家甚至可以做到随学随用 第三讲 我们会讲一下老年项目的类型和开发模式 养老地产这几年来 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将讲解老年项目的一些主要类型和开发模式 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它的发展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四讲是社区与住宅的世老化设计 社区与住宅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环境 在这一讲当中 我将向大家讲解一些 世老化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我会举一个我为我的父母改造的一个住宅的案例 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启示 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课上学到的这些基本知识 为身边的老人改善生活环境 第五讲 讲的是老年设施的设计理念与方法 我们将聚焦养老设施 这一较为特殊的集体居住型的老年建筑 并让大家介绍最新的关于这方面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今后大家帮助家中的老人选择养老设施时 就可以更好地做出判断了 第六讲是针对失智老人的居住环境的一些专门的设计 失智老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患有痴呆症的老人 在我国这类老人人群的数量已经相当大了 急需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这一讲中 我们会让大家初步了解失智老人的一些身心特征 学会如何针对他们的这种特殊要求 营造一个安全舒适 有利于他们生活的居住环境 第七讲 我们会介绍国外老年设施的先进经验 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启示 在课程的最后一讲 我会举一些我们曾经参观和调研过的 国外的这些优秀案例 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国外在人形化设计和经济化设计方面 持有很多的宝贵经验的 它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以上我们对这门课的内容呢 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由于课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能涵盖相关礼仪的全部内容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购买以下的教材和参考书 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学习 这个教科书呢 有这样几本 一个呢是老年住宅 这样一本书 这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规划教材 是一个大学的课本 这里边比较详细的写了 怎样涉及这个老年住宅 图文并茂 非常容易读懂 再有呢是住宅经济化设计 这是二 还有一啊 一共有一套这样的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也讲了一些老年方面的一些知识 当然在住宅设计方面 可能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本叫做老人家 这本书呢 是我们课程学习当中的研究生们 他们呢 去调研了他们自己的家 然后做出了一些改造的方案 也许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可以参考一下 此外呢 我们还欢迎大家关注 周燕明工作室的微信订阅号 在订阅号里 我们工作室的研究人员呢 和我们的学生们 他会定期的 把我们最新研究的成果 发布在上面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通过以上的介绍 你们是否已经对我们的课 跃跃欲试了呢 是不是喜欢上我们的课呢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一讲的学习 呢 我们下转会订阅号里 大家帮助我们的课๊